保供应稳肉价多错并举 上海猪肉价格较最高时下降两成 肉价高于往年将心腊香肠运冷 腊鱼成年货主角 标注燃油添加剂声称尽可替代汽油 化学勾兑的调和油危险隐患巨大 警方破获非法制售劣质汽油案 司机雨天行车被对面车灯黄眼撞倒行人 醉酒男子加油站抢夺油枪 女员工勇敢制止 我们来看一组交通新闻 近日在江西赣州赣县区车管所 一辆前来年检的泥罐车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辆车车尾的牌照字体有异样 与正常牌照有明显区别 民警仔细一看 发现这个牌照居然是图画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弄的 还是那个再半个你弄的 我自己弄的 不是一来这里 他说有点看不清楚 我说就买一瓶是不是去喷一点 泥罐车驾驶员说 由于车辆长期拉水泥 水泥滴漏在车排上 没有及时清理就凝固了 难以清理 好不容易将车排上的水泥清除后 驾驶员发现车排上的颜色也被清除了 他便自己买了一桶油漆给车排上了个色 急着送来年森了 随后民警要求这名驾驶员将号牌上的油漆清洗干净 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协助他重新申领了机动车排 无损牌照 按照道路交代案件法第四条的规定 可以处以罚款200元 一次性及12分的处理 在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们 碰到类似的情况 不要擅自做处理 可以申请交管部门进行补发新的牌照 驾车途中视线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谨慎 今日重庆福林区的戴先生在清晨开车的时候 因为视线受阻 不慎将行人撞倒 行车记录仪拍下了当时惊险的一幕 戴先生说 当时下着小雨天色昏暗 对面不断有车驶过 这时对面一辆轿车的车灯 晃住了他的眼睛 随后他听到一声巨响 自己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破裂了 戴先生赶忙下车查看 发现一位行人被撞倒在地 头部受伤 血裂不止 戴先生立刻报了警 并联系救护车将受伤的行人送到医院 戴先生告诉民警 事发时他被对面车辆的灯光 晃了一下眼睛 没有发现正在横穿马路的行人 而就在这个瞬间发生了碰撞事故 经医生检查 该名行人头部轻微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民警提醒 行人在过马路时 应从斑马线上通行 不要随意横穿马路 同时司机在雨天行车时 一定要减速慢行 特别是在迎面灯光比较强时 一定要控制车速 谨慎驾驶 避免事故的发生 连日来广西柳州交警部门 对酒驾进行专项整治 在早高峰期间进行重点检查 交警发现 一些头天喝酒的驾驶员 仍然开车上路 20日早上7点半左右 一辆红色小轿车进入交警视野 执行交警发现 驾驶员曾某 脸色泛红 驾驶室内有酒气 随即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结果显示为每百毫升血液中 含酒精94毫克 涉嫌醉酒加时 因为是昨天晚上喝的 今天早上送一下 已经送一下 是感觉有点 一点点 据曾某交代 他前一天晚上 与朋友喝了很多酒 第二天一早 酒劲还没过 就开车送孩子上学 随后曾某的孩子 交由交警安全送植学校 曾某涉嫌醉酒驾驶 被移送交通犯罪侦查大队 进一步处理 他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同时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随后的整治行动中 知情交警又查获了 一辆面包车驾驶员杨某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 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 因为我睡了一觉起来 还知道孩子是酒坏的 平时我们都会找着 不开车的 目前杨某因酒后驾驶 交警部门对其处以 暂扣车辆罚款1000元 驾驶证继12分 暂扣6个月的处罚 交警介绍 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 主要取决于个体差 以及酒精摄入量 饮酒后第二天 如果仍觉得头昏脑胀 千万不要开车 带着隔夜酒开车不仅危险 而且同样属于酒驾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 切勿以身释法 为了更有效的杜绝酒后驾驶 近日欧盟就出台了一项新规定 未来将要求 所有新生产的机动车 都安装上呼吸式酒精探测仪 我们来看路透社的报道 新规要求 自2022年5月起 所有新生产的机动车 都需要具备安装酒精测试仪的连接口 一旦驾驶员被车内酒精测试仪 测出体内酒精含量超标 车辆引擎将无法启动 从20世纪中期开始 不少欧洲国家就把酒后驾驶 归为违法行为 并开始使用呼吸策罪手段 2012年 法国政府宣布 凡进入法国境内的司机 必须在车内放置酒精测试仪 否则将面临罚款 受此影响一次性简易酒精呼吸测试设备 成为不少司机的随身必备品 其实在汽车内安装酒精测试仪 在欧盟国家非常的普遍 而此项新规的出台 也被认作是一个升级版 那么现如今伦敦的司机 在各大汽车用品店 都可以买到这样的一款 电子的酒精测试仪 目的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测量 预防酒后驾驶 英国对于酒驾的惩罚力度 位居欧盟国家前列 英国法律规定 司机初次酒后驾车 会被吊销驾照一年 情形严重者 则可能会被永久吊销驾照 缴纳不设上限的罚款 甚至坐牢 据统计 2017年 在英国造成伤亡的交通事故中 约有12%与酒驾有关 欧盟交通安全委员会表示 为新车配备全新安全和辅助系统的新规 可以在未来15年内 减少30%的交通事故 并挽救欧洲2.5万人的生命 我们知道 平时乘坐高铁出行是禁止吸烟的 但是总有人管不住自己心存侥幸 躲到卫生间里去抽烟 这种行为会对列车的运行 和广大旅客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近日 在高8064次列车上 一名旅客烟瘾发作 心存侥幸地躲到列车卫生间里吸烟 列车烟杆报警系统立刻报警 该名旅客被赶来的城景堵在了门口 当场查获了未燃尽的香烟和打火机 你抽没抽烟到底 没抽 来我看看 来你兜里头 你会不会抽烟 来我看看来兜里 这不一个牌子的眼吗 这眼头你怎么解释 是不是你抽的 吴某对吸烟行为感到十分后悔 并愿意接受处罚 最终 城景给予吴某罚款人民币200元的行政处罚 无独有偶 在高1228次列车上 旅客魏某因烟瘾发作 偷偷地躲到卫生间过烟瘾 被列车工作人员当场发现 并立即加以制止 最终该人也被神铁警方依法予以罚款人民币200元的处罚 同时还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限制乘车 近日在上海的一个加油站 一名醉酒男子竟然扯驾挂在加油机上的油枪 随意挥舞 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1月19号晚 在上海唐山路一个加油站 一辆出租车驶入后 司机便夺门而出 随后从车上下来一名醉酒男子 一路追打司机 并拎起加油泵岛上摆放的桶装矿泉水 向司机砸去 加油站员工见状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醉酒男子在和同伴拉扯过程中 突然跑到加油机前 一把扯下挂在加油机上的油枪挥舞 危急时刻 加油站两名女员工飞奔上前 死死抢抓住男子手中的加油枪 制止了危险的发生 其中一名女员工在此过程中遭到殴打 最终您请赶到将醉酒男子带走调查 很多司机朋友都了解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汽车的燃油添加剂 一般是对汽车的发动机进行清洁 养护或者提升动力作用的 一般都是配合燃油使用 而在黑龙江省鹤岗市有几家商铺销售着 所谓的燃油添加剂 竟然声称可以替代汽油进行使用 并且价格比正规的汽油还低 那真的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今年6月初黑龙江省鹤岗市警方在工作中发现 经常有私家车或出租车来到一家 没有悬挂牌匾的店铺 停下车后便会有人拎着塑料桶 向汽车油箱里加注不明液体 少则十几升多则几十升 那么他们往车里加注的到底是什么呢 民警发现 店里堆放的塑料桶上都贴有商标 上面标注的是尾气清洁剂 也是燃油添加剂的一种 正常这种添加剂需要配合燃料使用 而商店负责人介绍 他们销售的这种添加剂 即使不混合汽油 也可以让车辆正常行驶 这个商店它是以汽车尾气清洁剂的名义 对外出售 它向我们介绍宣传的时候 主要卖点是能够代替92号 或者95号汽油去使用 每升大概比市面上的正规汽油 便宜一块五左右 为了证实这种尾气清洁剂 是否真的能代替汽油使用 民警向一辆没有油的汽车里 加注了10升这种尾气清洁剂 经过实验 车辆的确可以正常启动和行驶 我们这个通过秘密侦查提取 将它这个售卖的这种 所谓的尾气清洁剂 送到了我们河岗市 实验技术监督局检测中心 进行了检验 检验显示它的各项数值 和92号汽油的数值 是完全相符的 汽油本身属于易燃物品 由于存储介质关系 通常着火后也可能引起爆炸 所以国家对于汽油的运输和存储 有着严格的规定 但是在这家店铺里 大量疑似汽油的燃料 就随意堆放在屋里 如果说可能随时走过一个人 可能吸烟 就会有引起爆炸的可能 民警调查发现 销售这种尾气清洁剂的店铺 不止一家 并且店铺都位于闹市区 屋内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一旦发生危险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确定了赫岗市市区内 有四家销售这一类产品的零售商店 而且这四家商店都处于闹市区 全部都是在居民区一楼的门市房内 其中有一家销售店 附近有一所中学一所小学 一旦发生火灾爆炸 后果就不堪设想 这种可以代替汽油使用的尾气清洁剂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又是在哪里生产的 咱们接着看 为了验证这种尾气清洁剂的使用效果 民警再次对同一辆汽车 加注了30升这种添加剂 然而汽车并没有开出很远 发动机的故障灯就亮了 经过我们了解 这种油应该属于一种 调和汽油 实际上它是通过一些 这个以汽油 石油提炼残余物 石脑油 通过勾兑一些化学制剂 调和调制而成的一种裂子汽油 对车的发动机损伤是非常大的 同时它的尾气 这个排放不达标 对这个空气有极大污染性 那么这些没有任何手续的 亦然易报危险品 是从哪里运输来的呢 警方经过大量侦查工作 终于找到了制油窝点 在初步掌握了经营者犯罪证据后 民警打算以加盟伤身份 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接触 今年9月 警方终于找到了这些尾气清洁剂 在鹤岗市的加工窝点 在加工窝点 一些装有化学原料的塑料大桶 就随意摆放在屋内 墙上 棚顶 随处可见裸露的电线 还有一些简易的设备 就是用来调和汽油的 据民警介绍 这几名犯罪嫌疑人 没有任何化学专业知识 只是根据供货商提供的配方 进行简单的添加调制 目前该案供刑事拘留4人 行政拘留4人 茶货成品有2吨 调制原料10余吨 涉案金额50万元左右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管道天然气的覆盖面 在不断地扩大 但是瓶装液化石油器 由于其灵活便捷等特点 依然有部分居民和残饮企业 还在使用 而随之带来的是一些 瓶装液化石油器的生产企业 存在无序竞争 私自冲装等情况 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2019年11月5号晚 浙江嘉善县魏唐街道一小区 发生火灾 经调查 事故原因 为一户居民家中的 瓶装液化石油器 发生泄漏 引发火灾 近年来 劣质的瓶装液化石油器 引发的事故不断 2017年7月21号 杭州市西湖区一饭店 发生爆燃事故 造成3人死亡 44人受伤 经调查 事故原因 为该饭店使用的 瓶装液化石油器泄漏导致 记者从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目前在浙江杭州 有瓶装液化石油器钢瓶 210万只 每天约冲装580吨液化石油器 相对于管道天然气 瓶装液化石油器较难监管 一些佳气企业为谋求利益 私自冲装 带冲燃气的现象 时有发生 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什么瓶都充 超期瓶 报废瓶 来者都不拒 充装前检查跟充装后的检查 形同驱涉 我们杭州原先有42家充装站 没有一家没有被我们处罚过 那么我们现在就整个行业乱象 没有得到诊治 没有得到一个根治 今年7月 宁夏公安厅 静网2019专项办 接到银川同一个小区 多名新购房业主举报 称每天频繁接到装修公司的推销电话 对方还对购房者的个人信息 了如指掌 经专项办通报调查后 民警随即立案侦查 买一新房 我就奇怪的是 装修公司的人 每天就在骚扰你 我也不知道是 他们怎么能把我这个信息得到的 民警在调查室发现 这个小区的业主 都接到过同一个装修公司打来的电话 而这个装修公司掌握的业主个人信息 不只是他们的电话号码 信息内容包括业主的姓名 手机号 具体的房号 以及面积 那么装修公司拿到这些信息后 就不断地给这些新购房的业主打电话 推销这些装修业务 民警随即对该装修公司展开调查 发现业主信息来源于 该装修公司市场部总监李某君 专门就是有市场部总监 及市场部的经理 从外面收购来这些信息 然后将这些信息 下发给这些打电话推销人员 他们拿这些电话号码之后 再进行业务推广 此外 李某君还用自己非法获得的业主信息 与其他装修公司市场部经理进行交换 并非法获取3000元利益 经过民警对涉案装修公司和人员近两个月的调查 最终锁定了该案业主信息泄露的源头 一条业主个人信息的倒卖利益链 也随之浮出水面 在宁夏公安厅银川市公安局网安部门的支持下 贺兰县公安局对涉案的两家装修公司进行查封 扣押涉案手机9部 台式电脑24台 及笔记本电脑1台 大量的应有公民个人信息的输证物证 对这些公民信息进行调查 合适以后 发现是从售楼部进行泄露 民警进行摸牌工作后 锁定了曾在售楼部工作的犯罪嫌疑人李某 据李某交代 自己利用职务之便 在售楼部微信群里 收藏了一份790人的业主个人信息 随后到装修公司工作时 他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了同事 经过几次转手 就被涉案装修公司市场部总监李某军买到 经民警调查取证发现 涉案的两家装修公司 掌握了大量业主个人信息 从这些手机呢 微信里面 然后包括电脑的这个硬盘里面 提取到了 涉及到我市的20多个住宅小区 涉及的信息条数呢 有上万多条 比如说这个房屋小区是新建的 是第一手的 那么这个价格呢 非常的高 每条能卖到10元至20元 那你一个小区下来 大概有业主可能就上百户了 那么他们卖的话 能几千块钱 上万块钱 此外装修公司之间 还会进行信息互换 导致多家装修公司 不停地给这些业主打电话 目前涉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 已批捕3人 取保候审2人 赫兰县公安局 依据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对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 房产代理销售公司 销售主管和装修公司 分别处以2万元 1万元和3万元的行政处罚 该案以移交检察机关进行起诉 将继续追究刑事责任 现在很多人 尤其是爱美的女性 对于护肤是越来越重视了 但是很多人 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 眼周长有脂肪力 脂肪力的出现 严重影响美观和心情 而对于这种现象 网上有说法说 导致眼周长脂肪力的原因 是因为护肤品太过营养 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常常被称之为脂肪力 实际上这些病 都是我们所称的一种叫 素球疹的病 那么这个病 本质上是一种小的囊种 那么这个囊种 它是由囊壁和内容物生存的 内容物主要是一些角质物 它也不是所谓的真的脂肪 真正导致囊种生存的原因 还是跟毛囊口的一些堵塞 狡化过度 还有囊壁的分泌 一些角质物有关系 那么外用的这个护肤品 有没有营养 对它是没有关系的 专家告诉记者 脂肪力的形成 主要跟自身体质有关 在临床上 很多人不涂抹眼霜等护肤品 也依然会长脂肪力 另外在生活中 很多人长了脂肪力后 都喜欢用手去挤 这种方式靠谱吗 首先自己去挤这个苏球诊 不一定挤得出来 因为苏球诊是有一定深度的 那么比较浅的好挤 比较深一点你就挤不出来 而且会比较疼 另外如果挤得不恰当会发炎 所以自行处理并不是特别理想 最好是到专业的皮肤科门诊 来进行诊治 那么如何预防眼周脂肪力的形成呢 苏球诊这个病 因为可能跟皮肤老化有关系 特别是跟光老化有关系 那么如果说我们采取防晒 这些措施来减少皮肤的光老化 那有可能能改善 或者减少苏球诊的发生率的 要预防眼周脂肪力的形成 保护好皮肤 医生还建议可以用温水敷脸 这样会使皮肤表面的毛孔打开 促进油脂的排泄 可以抹一些比较清润的眼霜 饮食方面的以清淡饮食为好 避免熬夜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文明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再来关注猪肉价格 昨天我们盘点了多地的市场价格 今天我们继续到上海的市场 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记者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看到 生猪白条的批发价在每公斤40.6元 不少商户都表示 明显感觉到了猪肉价格的下滑 每个白片就是将近1500块钱 就是前头时间下降了 一片猪下降了将近300块钱 号称猪肉价格情与表的大牌小牌 交易价格则下降明显 大牌卖28 现在大牌卖23 24 据了解 随着政府出台一系列恢复生产 保障供应 稳定肉价的措施 上海郊区规模养殖场的生产恢复 进一步加快 各项生产指标都在好转 供需矛盾有所缓解 养的猪开始路上市了 第二个呢 就是原来一些贸易商 进口的商品 它在投放市场 总体影响价格 这段时间会比较明显的回落 跟高峰期回落的 就将近有20多了 不过临近年底 随着市场对猪肉需求量的增加 猪肉价格可能会出现 常规的季节性窍尾 但增长幅度不会太大 眼下呢 也到了年末 做腊肉香肠的时候了 由于今年的猪肉价格高于往年 市场里排队 灌装香肠的场景是不见了 摊主呢 比平时也闲了很多 我们到江西的市场去看一看 往年能打拥的 今年就不行了 我看比较冷清 冷清多了 采访中市民们普遍反映 因为猪肉价格上涨 导致装香肠的成本也上涨了很多 太玄虚大了 双差太大了 怎么来 今年十几块钱已经买 今年二十多 二十八 放一番 放一番 现在还是这几天降了一点价 前程时间还三十多 太贵了 这么贵都香肠 卖肉价格上涨了 还不吃新鲜的是不是 今年不打成章了 不打成章了 太贵了 除了灌装香肠摊点人少了以外 记者在一些专门卖腊肉香肠等腌制品的摊点看到 受价格影响 生意也不大好 今年我们做好的价格就是二十多块钱 现在价格会要卖五十多 搞得我们这个生意也难做 真的 满着人给少了 侠江县八丘镇东门社区的市民告诉记者 几十年来 他们都有做辣味 为新年做储备的习惯 由于今年猪肉价格高 他们打算多做一点辣鱼来替代 这是鱼干 这个是鱼块 这个是做了鱼酱 那个现在肉太贵了 做了一点鱼 代替一下 现在这个鱼便宜一点 我们去搞这个腊鱼 腊鱼也蛮好吃的 用鲜鱼作为食材 通过加工还可以晒制鱼干 还能腌制成鱼酱 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参的价格 青岛是我国重要的海参产区 每年十一月中下旬 大量来自福建侠浦的海参养殖户 会云集到青岛采购生苗 运回福建侠浦养殖 去年的青岛因为高温 导致海参苗减产价格达到历史高位 那么今年的行情如何呢 我们到青岛去看一看 吉墨是青岛海参的主要产区 苗中产量占全国的30%至40% 记者看到来自福建侠浦的兰培学 正在和当地的海参养殖户 商谈生苗价格 记者了解到 目前90多元一斤的海参苗 虽然比去年大幅下滑 但仍处近十年来较高的价位 南培学告诉记者 由于去年海参苗的价格 高达150多元一斤 瑕浦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大幅增加 而今年5月份上市的海参价格 又不理想 这让它们损失惨重 处在高位的海参苗价格 让不少侠谱客户心有余悸 今年纷纷减少了采购量 换一个话题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快递的包装垃圾 今年的双十一 仅天猫物流订单量 就高达了12.92亿 远远超过了去年的8.12亿 这样一个数字 在网上痛快买买之后 随着海量的商品陆续到达 快递包装盒的数量 也是在不断地激增 像纸盒 垃圾袋 等等这样的快递包装盒 到底该如何处置 它们去了哪 是否存在无染隐患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相关调查 在浙江金华一个小区的 垃圾集中堆放点 保洁工人正在将垃圾 分类摆放 在这里 各种快递包装盒 已经堆得满满当当 给几条多点 都是像这样的快递盒 包装一般的垃圾桶 我们就东西拿过来 包装基本上都是垃圾桶 王师傅从事十多年的 废旧纸板回收 每年的双十一后 他的回收站 就会收到很多快递纸盒 但王师傅看着这些纸盒 却非常头疼 粘胶又不是纸 在他们打浆粉砂的粉碎的时候 他要堵落机器的 这个东西不好的 据了解快递产生的这些 包装箱胶带填充物等 流入城市垃圾循环系统后 纸箱需要打碎重置后 才能再次利用 而塑料袋及填充物 因无法循环利用 基本上都被填埋或焚烧 王师傅告诉记者 纸盒回收再利用 如果上面有太多胶带 就无法完全打碎 甚至还会弄坏机器 那些缠满胶带的纸盒 一般都会被退回去 对于这样的包装 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无奈之举 胶带材料的成本 和快递破损赔偿相比 微不足道 事实上 为了应对快递物流 造成的浪费污染 早在2016年 国家邮政局就出台了 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 实施方案 方案要求 降低包装后用量 鼓励企业重复利用塑料箱 纸箱和编织袋等 封装容器 对此 今年双十一前 有不少品牌商 联合快递公司 推出了无胶带环保纸箱 但是在调查中 记者发现 这种环保纸箱 几乎看不见 有的是不用包胶带那种 箱子外面不胶带的 有吧 没有 这怎么也怎么弄 新盒是吗 带那种胶带 带这种胶条那种 没有 为啥都没有 那种盒造价太高了 工作人员表示 环保快递盒的市场价格 约为普通快递袋 价格的1.5倍到2倍 推广度并不高 而在2018年 菜鸟联合中通 运达 圆通等物流企业 在全国200个城市 投入5万多个 类似的绿色回收台 鼓励快递纸箱循环使用 公司也在多个小区建立回收点 但记者调查发现 把纸盒放到回收点的人并不多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22号的晚上10点左右 位于黑龙江省最北端的 边境城市黑河 在本该下雪的季节 是意外地下了一场雨 导致昨天道路结冰市民出行 受到影响 到了凌晨以后 黑河市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 路面上开始结冰 23号早上 整个黑河市变成了如镜面一样的城市 给当地市民的出行带来困难 走在街道上仿佛都是在滑行 因为路面变冰面 这让机动车专门应对下雪的雪地轮胎 也失去了效应 很多私家车也因为刹车失衡 发生事故 由于道路结冰 黑河市所有公交线路全部停运 黑河市公路客运总站 为保证旅客安全 停发了所有客运班次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 利用道路结冰的特殊情况 拉着爬梨带孩子出门 还有的甚至是直接穿上了冰刀 在路面上滑行 针对此次降水冰冻过程 黑河市公安交管部门 同步启动了应急预案 对全市范围内高速公路 国省级公路和县乡道路 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加大警力投放 确保各城区主次干道通行顺利 目前黑河市相关部门 正在组织各个单位 以及广大市民 开展路面除冰工作 入冬以来 吉林省的雨雪天气不断 大雪不仅带来了美景 而且也是难得可贵的发展资源 日前吉林省各冰雪景点 纷纷根据自身特点 为各地游客打造了一场 精致的冰雪盛宴 乡村游 已成为现在众多游客 冬季到吉林赏兵玩雪的首选 在吉林老白山景区的农家院里 堆雪人 打雪仗 坐在东北大炕上 品尝地道的农家菜 让游客们兴奋不已 第一次坐我们东北大炕 感觉特别舒服 然后外面天气零下十多度 房间里面零上二十多度 感觉特别好 前脚下雪 后脚就来客人了 这几天来了一百多号人了 今天是第三游客人在我们这吃饭 如今吉林省已形成 东有虎豹 西有白鹤 中有梅花路的生态图景 长白山森林养疤 茶干湖 渔猎文化 木木格 候鸟迁徙等 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项目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海内外游客的目光 据统计 2018年 吉林省共接待游客2亿多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4000多亿元 不止在吉林 近日甘肃张业市也启动了 冬春季旅游 积极打造冬季旅游特色品牌 推动当地旅游市场发展 入冬的一场雪 让张业七彩丹霞旅游景区 披上银装景色仪女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第一次冬天来到我们这个张业 丹霞景区 我觉得很漂亮 让人流连忘返的 不仅有好看的雪景 入冬以来 今年首批飞来的冬季千禧候鸟 它们视而自由翱翔 视而栖息觅食 给冬日的张业国家湿地公园 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为进一步激活冬春旅游市场 丹苏省张业市整合旅游资源 推出系列冬春季旅游主题活动产品 发布惠民优想政策 同时 对到张业的旅游包机 旅游专列 以及滑雪和水上娱乐活动等 实施相应奖励补贴 这两天 新疆昌吉州马纳斯县 气温降至零下10摄氏度左右 积雪深度达12厘米 低温天气导致当地湿地内 约80%的湖面风洞 给七夕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 候鸟觅食带来影响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 地处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 21号一场持续7个多小时的降雪 使得湖面只有一处有泉沿的水面 没有结冰 60多个天鹅家庭 近500只天鹅 连同其他候鸟 只能挤在这片面积不大的水域 附近觅食 据了解 这些流制的越冬候鸟当中 大多都是脱家带口 不便继续迁徙的天鹅 由于水面缩减 候鸟们难觅食 湿地管护员专门设置了 人工投食点 我们今天起早 早上开始到我们投食点 投了300公斤玉米 给这些越冬的天鹅 绿头鸟 等这些候鸟跟长流鸟 确保它们在我们湿地公园 能有充足的食物 和安全的栖息环境 管护员监测发现 今年来这里越冬的天鹅数量 与去年同期比增加了4倍 这也与当地加大了 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天气转冷 大批野生鸳鸯 陆续飞抵江西雾源线鸳鸯湖 越冬七夕 目前来自越冬的鸳鸯 已经有2000多对 眼下在江西省雾源线鸳鸯湖 大批野生鸳鸯 陆续抵达这里 成群结队的野生鸳鸯 或游水嬉戏 或悠闲觅食 微波荡起 小家伙们震翅飞翔于青山绿水间 据了解 野生鸳鸯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俗称夫妻鸟 一般是雌雄成对出行 他们都是在每年的10月底的时候 开始陆陆续续到达 到12月底的时候 将形成一个高峰期 大概在次年的3月中旬 到4月底的时候开始回去 目前已经到达了2000多对 那么我们预计到高峰期的时候 将有2800对到3000对左右 工作人员介绍 物源县鸳鸯湖水域面积超过3800亩 是目前国内较大的野生鸳鸯 越冬栖息地 在栖息期间 工作人员每天会定时投喂稻谷 玉米为野生鸳鸯补充食物 近日大批候鸟陆续飞抵鸵羊湖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但随着游客的增多 一些不文明官鸟的行为 也随之而来 华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在候鸟迁徙期间 部分游客为近距离观察候鸟 擅自进入保护区核心湖 游客的这种行为 已经影响到了候鸟的气息 游客下去的话 破坏了这个植被 因为这个植物的话 这个是候鸟的一个食物 那你如果破坏的话 候鸟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除了擅自进入核心湖 还有部分游客 在保护区内大声喧哗 锤吊 使用无人机拍摄候鸟等 这些不文明官鸟的行为 也会影响候鸟的正常气息 那边输了很大的孩子 严禁使用无人机拍鸟 没有拍鸟 我看没鸟 不是 你看保护区内就不可以 它有噪音被干了 这鸟的吸血 此外 工作人员还提醒 进入保护区的游客 应避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针对这些不文明官鸟的行为 保护区工作人员 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 加强日常巡护力度 及时制止游客 并在保护区周边和景区内 加大宣传力度 设立宣传牌 提示游客文明官鸟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问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继续看新闻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据肯尼亚当地媒体报道 持续降雨导致肯尼亚西北部 西波科特郡 22号晚上发生山体滑坡 截至目前 已经造成至少37人死亡 其中包括7名儿童 据当地官员介绍 这次山体滑坡 是由持续降雨引发的 大规模的降雨 从当地时间21号夜间开始 降雨时间超过了12个小时 西波科特郡当地官员称 由于通往灾区的道路和大多数桥梁严重损毁 且降雨仍在持续 救援行动受到严重影响 可能还有更多人被困在受灾村庄 目前肯尼亚内政部长 马蒂安吉表示 肯尼亚政府已派出军用和警用直升机参加救援 肯尼亚红十字会也已派遣人员前往灾区协助救援 并将对周边地区发生山体滑坡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肯尼亚总统肯亚塔23号发表声明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并称多部门联合救援队将持续工作 直至找到每一位失踪者 我们再来看意大利 23号意大利西北部城市 日纳亚遭遇洪水侵袭 持续了一周的暴雨天气 使得日纳亚市的部分公路被淹 室内多处树木倒塌 导致道路被拥堵汽车被砸 那么据心暴雨还将导致 日纳亚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的情况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数小时日纳亚市的暴雨还将持续 再次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很大 当地时间23号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的 法国黄马甲游行示威活动迎来第54个抗议日 巴黎当地警方提前发出禁令 并做出重点部署 为严防暴力事件做准备 这里是巴黎湘西里士大街 东侧的起点邪候广场 那么从这里开始一直延展到 整个湘街的街区 都在23号当天被巴黎警方 列为了游行示威的禁区 同时在禁令当中 巴黎警方也就携带武器 蓄意蒙面遮挡等违法行为 对公众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巴黎警察局还在22号发布的禁令中 明确表示依据法国刑法的相关条款 禁止任何示威游行的参与者 携带烟花制品 毅然易报物及妨碍警方正常执法的物品 否则将被示威参与非法游行而遭逮捕 此外 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 全部或部分遮挡面部 以掩盖身份的行为被明令禁止 违者也将被捕 当天在协和广场 原本通过社交网络发起的 非法集会并未出现 但是仍有大量警车和宪兵车辆 在附近待命防止暴力示威活动出现 警方还短时间封锁了主要的地铁出口 并对携带箱包出入广场的行人进行搜查 而在巴黎唯一获批准的黄马甲 游行示威起点 奥夫埃斯蒂安广场 十几辆宪兵车辆分裂在游行队伍的头尾 上百名宪兵全副武装 把守在游行队伍的两侧及周边区域 严格控制着数百名示威者的行进路线与节奏 此外 在被划为游行禁区的法国总统府 总理府 内政部 国民议会以及巴黎圣母院附近 也没有发生非法集会和暴力示威活动 法国多家大公会已经宣布 下月5号将在全法举行跨行业的无限期联合大把控 这有可能为暴力分子提供新的机会 让极端暴力行为再现巴黎街头 巴黎警察或许一项面临今年的最大挑战 而要止暴治乱 维护秩序 只能依靠鉴定的职访 据美联社报道 当地时间22号 一艘名为德尔斐的游轮在乌克兰奥德萨港搁浅 救援人员表示 因为担心游轮雇主会因搁浅而拒绝支付薪水 游轮刚开始发生倾斜时 船上的三名船员都拒绝下船 然而随着游轮倾斜幅度加大 情况开始恶化 船长困在被水淹没的船舱中 长达两个小时 出现身体不适 乌克兰相关部门下令疏散周边人员 并将船员撤离后送往医院 由于邮轮搁浅可能导致船上或乘品油发生泄漏 乌克兰相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 奥德萨港并临黑海西北岸 是乌克兰最大的海湾港口 也是主要的游港 近日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一处大型的滑冰场向民众开放 它造型别致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 享受冬日的乐趣 这处滑冰场位于莫斯科东北部 占地两万平方米 是欧洲最大的滑冰场之一 在彩灯映照下 夜色中的滑冰场更显得美轮美奂 与传统的圆形或椭圆形滑冰场不同 它的主体部分采用了多边形设计 滑行路线曲折多样 给人们更多新鲜的感受 冰面上的彩色屏幕 还向人们展示了历年来 有代表性的新年庆祝活动 在寒冷的冬日 这里却热度不减 热闹非常 成了人们享受冰雪乐趣的好去处 钻石产品在消费者心目当中 一直拥有稀有昂贵独一无二的特质 眼下科技正在为传统钻石珠宝行业 带来新的变革 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路透社发挥的报道 近年来 全球钻石珠宝行业 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也就是人造钻石 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 人造钻石在近几年实现了商业化生产 制作工艺的提高 使人造钻石可以与天然钻石相媲美 爱达钻石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初创公司 是众多投资研发人造钻石技术的企业之一 在我手上的两枚钻件 其中有一枚便是由Ada Diamonds生产的人造钻戒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猜一猜哪一枚是人造的 您猜对了吗 其实这一枚是人造钻戒 想要把它们区分开来还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们在外观上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 目前包括德比尔斯 施华洛士奇等传统珠宝巨头 也纷纷推出了人造钻石的产品 据美国贝恩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 全球人造钻石的市场规模到2023年 或将达到52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42亿元 得益于生产技术的完善 人造钻石的制造成本在十年间降低了90% 其售价在两年内更是减少了一半 现在美克拉人造钻石的制造成本 大约为300美元 比天然钻石的制造成本要低30% 更为不同的是 人造钻石的制造时间只需要数周 而一颗天然钻石的形成 长则需要数十一年 另外有研究机构表示 相比于天然钻石 人造钻石的生产过程 对环境的影响仅为七分之一 这其中包括更少的用水 碳排放以及对土地的影响等 好的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 今天全国很多地方都降温 所以大家得多穿点了 这个时候这个温度要比风度更重要了 没错 要注意保暖 也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财经频道播出的 其他更多精彩节目 我们在北京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 最近这两天 南方的天特别的温暖 江南这一带甚至达到了20多度 不过画风马上突变 冷空气直接带您玩穿越 那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 北方到安徽 江苏 湖北这一带 降温普遍能够达到5度以上 北京 太原 气温打对折 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下半年最冷的一天 明天南方的降温是重头戏 江南到江淮剧烈降温 湖南 江西降温会达到8到12度 南京 南昌 杭州 合肥 武汉 长沙 昨天暖的跟10月似的 明天就会冷得像12月 两天如同穿越两个月 冷空气这波操作够刺激 而且这降温之后 还会不断有冷空气下来 所以这一带很难再大回暖了 往年11月底 冬天的脚步会来到江南这里 这次降温之后 南方将会有更多的地方 开启冬天的进程 不过在冷空气大部队到达南方之前 今天南方将率先迎来降雨 四川 贵州 湖南 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 还会有中到大雨出现 而南方的干旱区 未来几天降雨也会比较的频繁 虽然整体来说降雨量不大 但也可能是最近两到三个月 下的最认真的一场雨了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来看具体城市天气一报 北京情零下五度到六摄氏度 哈尔滨多运转情零下十五到零下七度 长春情零下十三到零下五度 沈阳多运转情零下十度到零度 天津多运转情零下一度到十度 布浩特情零下十五到零下一度 乌入基情零下十一到零下八度 银川情零下九度到一度 新宁多运零下八度到零度 兰州多运转情零下四度到四度 西安小运转多运一到八度 拉萨情零下二度到十七度 成都小运七到十二度 重庆小运九到十四度 贵阳小运五到十五度 昆明情七到二十二度 太原情零下三度到七度 石家庄多运转情零下四度到九度 济南小运转多运零下二度到十度 郑州小运转多运一到十一度 合肥阴五到十八度 南京小运转多运八到二十度 上海小运十一到二十一度 武汉小运二到十五度 长沙小运七到二十度 南昌多运转小运九到二十五度 杭州小运十到二十四度 福州晴转阴十八到二十九度 台北多运转小运十九到二十三度 南宁多运十七到二十七度 海口多运二十到二十八度 广州晴十八到二十九度 香港晴二十一到二十七度 澳门晴二十一到二十八度 北京晴零下五度到六度 北京晴写 南京一颤í 南京いcock-24米晴三近 北京晴摩 南京一颈